台北市立动物园七月底的时候诞生了三只小狮子 现在是三个月大也快要断奶 最近他们要做健康检查 要帮他们确定他们的性别 同时动物园也从今天开始 要征求民众帮这三个小可爱来命名 天气湿搭搭 不过三只小狮子的玩性可是不减 在草地上东奔西跑 他们已经三个月大快要断奶 现在口中叼的生牛肉快成为主食 为了抢肉三只小狮子互相追逐 赢的这一只体型比较大 已经可以认定它将是未来的领导者 已经有一只狮子是长得特别大 那这只狮子可能就变成三只里面的一个领袖 那一只我判断绝对是公的 狮子是群居动物 所以妈妈移动的时候小狮子就跟在旁边 他们性别还不知道 不过可能是两公一母 倒是都还没有名字 那叫满堂好了 叫满堂 不去满堂嘛 小花好了 为什么 很可爱啊 宝宝跟贝贝 台北市立动物园21号起 请民众透过网路帮忙取名字 一旦获选就可以获得三只小狮子的脚印